梁花可以播种种植,首先挑选出生长健康没有受损的梁子,用砂纸将有企突的一端磨出一个小孔,然后将梁子放入清水中滴入生根水,浸泡一到两周的时间,等待梁子发芽,而且浸泡过程中需要每天混水,以免梁子腐烂。 在梁花种子长出10厘米幽苗后可以将其取出,斜着埋入富含有机质,营养丰富的淤泥中,并将间距保持在5厘米左右,栽种后要将花板中倒入水分,让水面刚好没过莲子即可。 梁花属于西洋植物,在发芽后将其放在享用充足的环境中,让蜘蛛长出更多的叶片。 在梁花进入花期以后,要为期喷洒粘酸二清甲,促使蜘蛛开出更多的花朵,而且在花期结束后,要及时将残花清除,避免污染水质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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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